卡拉OK包廂 一群人將誠信男子壓折打 有人出腳狂踹 有人猛力揮拳 甚至拿起桌上酒瓶酒杯 往他身上砸 是問當時的客人 客人是說就是有口獎 被打的誠信男子是卡拉OK幹部 疑似語氣不假 跟顧客發聲口獎 沒想到在包廂內殘遭圍喔 到醫院驗傷頭部腫障 多處擦措傷 被打的誠信幹部 更指控到場冤警疑似祥吃案 明明被圍毆 卻用感情糾紛簡單了解 甚至警察還說 再有下次就讓他們的店開不下去 打架了 沒有啦 你跟誰 沒有啦 沒有沒有 警方公佈密錄器打臉 到場第一時間 店家否認鬥毆 調閱監視器竟然還說謊 老鼠咬那個壞掉 可能性分壞掉 警方否認吃案 事後調查現場 一共五人動手 被疑傷害防害秩序送辦 而非感情糾紛 實際到現場 事發店家態度相當低調 你晚上再來好不好 晚上我先來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 卡拉OK幹部 原本幫忙調解糾紛 疑死因為態度不好 遭客人為毆 事後又反咬警察吃案 也讓暴力事件模糊焦點 記者韓志欣 台中裁訪不到 可不可以 否認識 搬 事後 的 加速 仁 香港